新民黨立法會議員陳嘉珮在Facebook表示 昨天早上出門前的快測結果為陰性 但是昨晚有感不惜 自行再做快測發現確診 已經向政府情報 他說目前正居家隔離 身體情況穩定 只有輕微發燒和喉嚨痛 翻查資料 陳嘉珮昨天曾出席 請教主舉辦的一個活動 文化體育及教育局局長楊潤雄 懲教署署長王國興 及中聯辦青年工作部部長張志華等人 也有在場 根據陳嘉珮Facebook的圖片 合照的時候 楊潤雄坐在他的右手邊第二個座位 王國興坐在兩個人中間 另外 陳嘉珮在梢基灣外東村辦事處 上星期五啟用 他親自主持開幕禮 行政會議召集人 新聞黨主席葉劉淑儀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 孫玉璨等人到場祝賀